我们都跟大家一起来欢乐 加哈布族人与梅西部落的赛德克族人 一起跳着传统舞步来带动气氛 高雄小邻村希拉雅族的大满舞团 也表演着狩猎庆丰收的舞蹈来欢庆 南投埔里的加哈布 12月8号在牛棉里社区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过年活动 为的就是要凸显平埔族 也是原住民族的一份子 全台各地的平埔族人 也都有代表前往共襄盛举之外 更邀请了当地的泰雅族 赛德克族 布农族 以及八载族人一起过年同乐 今年族人的话题 还是围绕着原住民族身份的议题 因此现场也展示了许多部落影像制 供人们认识加哈布族的文化以及历史 为的就是要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平埔正名的问题 我们这里平埔把这跟卡卡布文化语言 都有活络起来 那另外一点就我也在做国际的 让国际知道平埔族有活起来 那我们还存在 我们卡卡布的文化还在 但是有点悲伤的就是 我是成为那个 我到底要成为那个 看着这个文化慢慢消失的人 还是有办法 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文化 去把老人家他们的共同的回忆 再慢慢找回来 然后把我们的传统 再慢慢一个一个的把它附赠回来 现场除了来自各族群代表的舞蹈表演之外 会场两边更提供了 有射箭 竹编 坐线井体验等等 有更多样的传统美食 提供参与的民众一起享用 活动的最后 在大家手牵着手的牵田仪式中 画下了今年活动完美的句点 大家更也相约 明年还要再见面 记者诺 南投普利采访报道